首先要做的就是自我的反省, 然后向第一保自信佛忏悔、战恩。 生生世世以来,我们不断地在轮回, 身后已不断造点,污展了自信佛, 让其承担了罪孽,不需忏悔。 同时也因为自信的作用。 这种深色以勤奉必得,利己利人,不需改参于他。